其實這個冠營這個問題問的好 這個工作旅遊商務都能夠使用 其實在台灣目前這樣的車種 其實並不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福特的托尼歐卡 那也是前一陣子推出 那其實前一陣子推出的時候 在市場上面造成了 一個很大的迴響以及話題 第一個因為它的價格 其實相當的適切 只要104萬8起跳 到最貴的等級是119萬8 在舒適配備上面稍稍有一些差別 那它採用單一動力的設計 1.5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配上巴速的手自排 120P的最大馬力 27.5公斤的扭力米 其實也綽綽有餘了 而且最主要是它的油耗表現非常的好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車型 你會覺得說哇 這麼大一台是不是會很耗油啊 什麼樣的啊 即便像這個TOYOTA的Siena 也要改採用油電的這個方式 才能夠把油耗能夠提升的比較漂亮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Ternio Connect可以做到 18.8的這個公里 每公升汽油 可以開這麼高的里程數的狀況之下 當然對於經濟型的這個考量的買家來說 它是非常的合議以及適合的 那當時在Ternio Connect推出的時候呢 市面上其實也就只有Volkswagen的Catty 可以跟他為相提並論 那當然Catty那個時候 還是屬於上一個世代的一個車種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種大家覺得說 Ternio Connect好像比較偏 休閒風格一點啊 Catty比較偏向商務的用途啊 那當然世代上的不同 到人產品的差異差異化 你硬要說同級距來說 這兩個算是同一個 在台灣市場上面 可以拿來去做一些比較 那買的人也會在這兩台車去做個選擇 我想其實這兩台車的消費課程 基本上本來就不是同樣的人 所以會買福特Ternio Connect 大概不會去選擇比較 價錢比較高的Volkswagen的KD Max 但是買KD Max的人 我相信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光他這次新車上 一口氣就郁街灘就已經 超過他原本今年要賣的數量 就是非常的驚人 所以價格不是問題 而是你端出什麼樣的牛肉 給消費者 所以會買KD Max的車 消費者大概也不會去考慮 福特Ternio Connect 所以這兩個車種 這兩個機種在台灣 可以說是一樣的集聚 不同的課程 然後相安無事的和平存在 對 消費者你聽懂了嗎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選擇 這樣的車型 你兩個車子都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你自己適合的是 哪一款車了 雖然我們常說在台灣 你會發現少子化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三代同堂的機會 也越來越多了 因此很多人開始會找那種 棄人座SUV或者是MPV 可是更多的家庭 平常都是五個人 甚至於一年到頭 出遊的時候也是五個人 所以為什麼SUV會賣這麼好 可是如果你想要有 房車的性能操控 可是你要想要有 SUV的空間表現的話 現在很多人會朝向旅行車來選擇 行人帶我們來看一下 Mazda 6 其實進我們棚內還蠻多次的 因為觀眾朋友 非常喜歡看這台車 不只它的外型非常亮眼 甚至於在空間的表現 以及新世代的一些科技配備上面 它也都非常到位 對 Mazda 6 當然我們講的是旅行車的 Wagon這台車 那以現在2021年台灣賣的 其實它變得蠻簡單的 相較於其他的Mazda 3 或是CX5 可能都有三四五種 它只有兩種了 就分排氣量 2.0今天來的就是2.0的 它叫做黑焰版 就現在各家車廠都在說的 什麼Black Edition 黑化 它就是黑焰版 然後它當然上去還有一個 2.5的旗艦進化版 那這台車的價格跟2.5相較 大概十多萬 這個是121 那如果是2.5的話是130萬多 大概有一個10萬的價差 可以給觀眾來做個選擇 參考 好 那它在譬如說在外型上面 或是它是不是真的符合一個家庭的需求呢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出遊 是 甚至於平常在這daily use的時候 它是不是很稱職 當然其實身邊有一些這個爸爸型 的確就是買這樣的Wagon的車型 我們也講過Wagon就是相較於傳統的房車 跟休旅車之間 它其實是另外一種空間的 這個一個利用的方式 不同的表現 對 然後再來看到以這樣 當然馬自達6Wagon 已經出來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看它的造型來說 其實跟他們的家族化 到現在 還是走的是一個很明顯的家族的語彙 從它這個以今天來的黑化版之後 網格狀的水照 然後這個鍍鉻的飾條的 下半部的一個世光 以及比較 貶長的LED的燈具的造型 那它車手其實到現在來看 其實還是蠻有個性化的一台Wagon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駕駛座不是因為其實會買馬自達的車主 除了兼顧家庭的使用之外 其實它在駕駛座的部分 愛開車的爸爸肯定會選擇 這種人馬操控的這種理念的Mazda 對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這種酒運紅 比較難在日本車上看到 這種酒紅色很有質感的真皮的內裝 它質感的營造 其實Mazda越來越朝向這種高級車來的 對 它一直都是很精品化 這種很Premium品牌 跟相較於同級我們講的雙田好了 其實Mazda在設計的做工上 其實是給人家很深刻印象 質感非常棒 如果你想要科技感 比如你要很大的數位螢幕 你會很大的操控的影音系統的話 可能在Mazda上面 你可能沒有看到 可是它帶給你是不同的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操控感受 然後全家人移動過程當中的 這種高質感 的確 是他們很講調 從他們外面的美型 一直到我們剛剛講的操控都是堅持 我們再來看後座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開門之前先講一下 我覺得馬六威懇跟別家 不大一樣的設計 通常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Sedan四門 跟我們Wagon 通常Wagon都是加常了 這台車不是 它逆向操作 我們常說 馬自達設計師的思維 第一個先以美型 它不管你空間多大多進化 我就是要帥 開起來就是有型 你在買一個伏筆嗎 真的 其實我們講過去的CX3或是馬3 它跟同級車比後座的確不出色 但它就是帥有型 那到了這台Wagon 它的車長4米80 他沒有把車尾拉長 比Sedan短 然後軸距2750也比Sedan短 就是它為了要行 它不見得一定要把空間放大 有型之外呢 你能不能兼顧空間 我當後座家人來坐坐看 我們剛剛我前面 我已經調了說180公分坐姿 所以以冠儀再到後座來說 我覺得馬六威懇空間 後排是非常不錯的 我覺得沒有像你講的 你說 對 我說的就是 它的外型 我覺得真的也是不錯 可是你如果今天坐的是 四門版Sedan 如果車上是型男女座 後座是艾達座 我想肯定應該也不太行 我只是說以這個 它的設計理念跟其他來說 五門跟四門 馬自達設計是有一點不一樣的事 其實剛剛冠儀坐在裡面 你就會感受到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其實這個雖然軸距縮短了 但是它的椅面其實是拉長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椅面拉長 所以冠儀腿那麼長 它對於大腿相對程度 它的尺寸整度 尺寸性很好 其實還是非常好 所以冠儀才感受不到 那個所謂 維根設計縮短的那個尺寸 我覺得很有趣 原來 珍杰儀腿是在這個裡面的部分 的確 它還是 並不是我剛才單純的講 尺寸的一些設計 它有一些透過其他的改變 但是行啦 我坐在裡面 我覺得我的感受是 很像坐在房車 可是它的底盤又稍微高一些 所以我坐進去的時候 我的移動會比房車要舒適 其實是很平順的一個動作 對 Smoose就坐進去了 沒錯 然後再來看到很多 維根的話 很多人會坐的 其他車廠 或是可能造型沒有這麼的跑哥 但馬六維根 我覺得就像我一直在強調他們設計 在外型上是很厲害 它做的就是很有 它的一個特別的味道 因為跑在路上 你肯定會看它 而且日系的維根很少選擇 對 比較少一些 通常喜歡日系的維根 你就會選擇Mazda 對 所以它這台車也進來蠻多年 那其實維根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在空間的運用上 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 當然它維根就是還是有一個522公升 現在五人座的情況下 空間的表現其實是不錯 尤其它的後段 那個很像的空間 有沒有 對 它其實直向的空間也非常的好 它其實是非常方正的 那這就是馬六維根就像一康 那個冠儀有問我說 其實是家庭用的話 我覺得再滿了可能一家四口來說 出去玩渡個假三天兩夜的行李 我覺得這台車都是非常好用 因為它表現有中型SUV的這個優秀的空間 522公升 對 然後又有房車 它的低重心的操控嘛 所以結合兩種車型的優勢 所以為什麼現在旅行車也越來越多選擇 蠻多人就是因為它不想開SUV太高了 或是沒有個性其實會選擇這樣的 是的 有行的帥爸爸可能都會選擇旅行車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近期我們即將看到了 不少的這些Wagon的車型即將來到台灣 尤其其中有一輛 竟然還是限量販售 其實這一些車廠真的是不約而同 突然在2021年的下半年 全部都引進了所謂的Wagon車型 而且很有趣的 更有趣的地方是在於 我們以前像馬自達6 其實它屬於D-Segman 算中大型的Wagon 評價品牌中大型Wagon 在今年下半年進來這些 全部是C-Segman 算是中型 準中型的車子 那剛剛冠儀有講到限量的那一台 就是KIA的Seed Sport Wagon這台車子 那這個車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採用的是一顆1.5升 渦輪增壓的引擎 但它的車帶說真的 稍微比其他的對手稍微舊了一點點 但它的A-DAS 卻還是有Level 2的水準 其實在很多的表現部分來講 應該不只是奇亞 就是整個韓國車系 都相當的有誠意 那它的最大對手呢 其實面對的則是這三台 幾乎是全新的車子 我們看到現在已經上市的 只有一台 Goth Viren 然後它的先輩版本 雖然有1.0跟1.5升渦輪增壓 然後配48V 但是它的Wagon來講的話 就是Viren來講的話 它只有1.5升 然後所以它的報價會高一點 到了121.8萬 那這些車子最主要對手 我覺得我們必須先拿出來講 就是Octavia Combi 在今天錄完影之後沒多久 我們就會去體驗到這台車子 這車我相信 會是這個集聚裡面 殺手級的車款 所以你也比較看好 這個Octavia Combi 是 有一個理由 是因為既然Goth Viren 它決定只用1.5升的TSI了 但是在以往的潛力來講 Octavia Combi 它則是還有1.0升TSI 所以它是有這幾台車裡面 最有機會把價錢壓在100萬左右的 入門車型 有價格優勢 對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不要忘記 在日本代表還有蘇巴陸的remote 這車真的